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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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個土生土俊的香港人 知道恒生銀行 在市場上都有領導的地位 MT的program 架構完善 覺得是一個事業 不錯的起步點 就加入了銀行成為管理術雜薪 可以在事業的初頭 做一些前線的人員 有機會可以直接 跟客人對話 有賴MT Program的靈活性 和老闆對我們的信任 令我們有機會可以應用 書本上的知識 學以自用,一輾所長 字幕提供 在MT Program的第一年 我們有機會去到商業銀行的前中後台部門實習 包括環球及貿易融資部、資金管理部、企業銀行部等等 再從而找一個你認為適合自己的地方 一年後,我現在被分派在企業銀行部工作 作為一位RM,我們日中要處理不少客戶的融資問題 無求在批刀貸款之餘,我們都非常重視風險管理 所以我們定時定後都會做不少財務分析 或是一些風險管理等等 無求了解企業客戶的營運模式 以配合他們的需要 在這三年MT生涯裏面 公司又派了上去藤身中國 上去分享到23個月 在這三個月裏面我發現到兩地的差異 留意多了不同新興行業的趨勢 回到香港之後,多謝部門主管的機會 多帶一條小小的組織 我們專注在光伏、風電、電池等的新能源板塊裏面 我們做不同的商業設計 到現在為止,成績都挺好的 到現在,我都保持在前面路上 我現在是一位副銀行業副銀行部 恆生的老闆都很開放 時代再轉,很多新的行業都不熟悉 我們會一起了解、討論和研究 這種團隊的共同進退都很重要 或者DMT可以參加多些Bang1的項目 那些項目未必是關於分別的事 但其實你又可以學到其他分別的知識 和學生的知識 以及在同一時間 你可以慢慢建立自己的企業 謝謝